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3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张医师我们开始 那我们就请Luna直接来主持 好 老师我们今天的实作分享有四个 一 耳后深沉按推分享 二 中风按力的分享 三 小腿水肿分享 第四个是湿疹按力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先分享 耳后深沉按推 上一堂课老师谈到深沉体伤 如何借助工具处理 达到解症的问题 南京推广点也有遇到 耳后原始点按推很深 患者不痛的问题 他们分享用毛巾脚 垫在下面 再用食指关节或者工具来按推 效果很好 有一位十几年严重耳鸣的老人家 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 得到很好的改善 这位患者 头痛 头晕 血压高 调理不到一个月 全好了 耳鸣也改善了 他们做了一段 按推耳后视频的分享 现在我们就来看他这一段视频 能做到这个你的深处吗 做到了 有感觉了是吧 有感觉 有感觉 我还是用这个毛巾的这个脚垫着这个里面 有了吗 进去了啊 三个点都有感觉是吧 好 好 我还是用这个脚搬到上面吃 好 我今天还爱你吗 不爱你我腿下腿 这个脚 拿这个毛巾的这个脚垫着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脚垫着这个工具下来 然后我们的脚垫着这个工具下来 对 痛吗 阿姨 不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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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做到吗 也没有做到你 可以做到了啊 可以 可以 好 好 再来接下你啊 痛吗 就这个地方是最烫的 是吧 阿姨 是吧 我看一下头感觉一下 你也更轻松一点 啊 轻松一点 我吃 就在这个耳朵里面 就在这个耳朵里面还有一点点声 那以前耳朵是什么 以前整个脑袋都嗡嗡的响 后来一点点声音就到耳朵里面 现在就是好像还剩一点点 就剩一点点 在这个耳朵里面 就是你那个以前是整个头的一块 对对对 你想这个耳朵有多久了 嗯 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一几年都大 就在七十七 七十七七了 阿姨啊 点着这个脚给它做才会有感觉 你这个毛巾脚也更深沉一些 更深沉一些 感觉伸进去了 伸进去了也跟我手一样的那个感觉是吧 不会伤害的 电的还不够 如果我觉得电的不够 我先电了 这个电了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工具下来 阿姨感觉行吗 行不行 可以 好 这个有力了不 嗯 好 痛吗 不痛 再伸进来 嗯 好 再进来啊 有点痛了 有一点了啊 嗯 嗯 最近第二点 第二点我挪这个底下的一个垫 好 这样 前面 这样有感觉了吧 嗯 好 嗯 有 还行吗 可以忍 可以忍是吧 嗯 那第三点我要轻一点了 三点都不太受力 这可以啊 嗯 好 能吃得笑啊 嗯 好 你再倒回来 这是软的吧 不会太硬吧 不硬不硬不硬啊 不会感觉硬棒棒的工具在这 很舒服的啊 好 这个力有伸出进去吗 嗯 有进去啊 嗯 好 还有低一点 低一点受力一点啊 嗯 有吗 嗯 有了啊 这个 这个感觉的比以前做的深吗 嗯 深一些啊 嗯 好 深进去 深进去了 比以前更深进去了 是吧 嗯 还可以 你昨天给我做了以后 今天这个好像感觉很明显 就声音小了 声音就范围小了 就到耳朵上来了 嗯 嗯 所以我再继续 嗯 我发现后来每次慢慢慢慢的做 做不到它了 就要毛巾垫 嗯 嗯 毛巾垫 毛巾垫垫 他基本毛巾垫垫的时候 做出进去了啊 现在就感觉 你这个镜 力气在里面 伸进去 哦 拿这个镜 搞进去 你以为我平常做也是一样 但是更深了 对 是伸进去 但是我能看他一下 因为我外甥女 在南京原始点调理身体 我不放心 打电话询问她 她说很好 让我也到原始点 去调理身体 我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长期吃药 她叮嘱我 不能带药 但我担心身体会不舒服 所以我也还是偷偷的带了一个月的药 在原始点调理期间 我一粒药也没吃 没有任何不适 长期睡眠不好也得到改善 过去我一晚上要醒好几次 现在只醒一次 慢性咽炎 和痴疮也好了 十几年的耳鸣也得到了改善 我非常喜欢原始点 紧张而微信的氛围 每天上午 八点钟开始 我们听张医生原始点的理论 或者是按推手法 下午进行体能锻炼 做仰卧器做佛撑 爬楼 我已经几十年不锻炼了 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做不了 现在我可以一下子做几十个 一下子爬五十层楼 我感到自己一活跃年轻 感谢原始点 感谢张医生 老师我们这一段分享到这里 老师讲评一下 这个做得非常精彩 那个耳鸣其实是很难讨 有些人如果按不到位 然后因为患者时间又久 要改善是很难的 那我看南京他们在做 确实有把痛点找到 找到但是因为在深层 一般如果只是接触手的工具 也按不进去 然后他们用毛巾垫着 这样深度会比较深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拿工具再顶毛巾 也比较不会直接用 木头的工具这样顶 容易伤到皮 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由此可见 上次那个季春兰那里 吉林那里 他们也发现了 一般手的工具 有时候是进不了深层 那我做了那么久 我也是感到有一些患者 确实一定要接触工具 那这一部分 基金会也在努力 看看将来那个工具 能不能甚至自动化 然后头 头部可以加一些乳胶之类 比较软的 也不像木头那么硬 这样我相信对患者 尤其头部的一些 体伤所引起的一些症状 我相信应该可以 得到更好的改善 我记出哪 上次视频提的 他举了很多 就是耳后 一定要按到深层 但我们的手又按不进去 那这个我在基金会也 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那一般如果没有学习久的 以为怎么有症状 然后按了都没有痛点 这个不可能没有 因为有症状必有体伤 所以一定可以找到痛点 那以后你们在做的时候 如果确实用我们的工具 找不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 是不是也可以学南京 这样用毛巾顶着 然后再用工具按 或手 如果能够顶着毛巾这样按 能按得到 这样也可以 好 这个我觉得 南京他们很用心 给他们个赞 好 我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老师 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 很精彩 就是我们一位志工 他的朋友 在早上清晨三点多的时候中风 然后第二天一早 就赶过来推广点急救 那么刚进来的时候 他不能说话 舌头是卷起来的 那眼睛也睁不开 走路也晃晃的不稳 那当时他们当然也来不及拍摄 就赶快抢救 等我下楼去看 他们已经按推一段时间了 那当时舌头有好一点 那眼睛也慢慢张开 然后再经过 几位自身的志工按推之后 最后再访问他的时候 他的嘴巴就可以很顺畅的说话 那我们来分享这一段视频 他一入来的时候 是没气没力 还有手震 含露菇都没力 还有嘴背在一边 面很青 还有手很冰冷 我摸到手的时候 冰冷凍 含露是不敢抖抖抖 但是现在经过原始点的处理之后 他的嘴巴不敢抖抖 而且说话的舌头很顺畅 一进来的时候 说话的舌头很顺畅 就是说 对了 对了 但是现在正常化 你记得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你自己的状态如何 不是那么好 和现在相比呢 最重要就是我的舌头松了 一开始了 这个患者 我们给云陀队和孙夫 他是不受热 他是觉得很不舒服 还有那种感觉 他从未试过 那经过我们都知道 慢慢从头部 跟着 跟着 撕门 那样 好像洗头 那样做 做完头部之后 跟着 斩骨下炎 我们都是用很轻微的力 好像撕门的力 那样做 跟着 顶椎 做完之后 之后 他就觉得 可以吸收到热 那种感觉 他的舌头 他感觉他的舌头 现在不跟着 就可以松一点 说话 和自然一点 口型 都不会背了一点 回复正常 像现在这样的状态 就是做了 有八点钟头 他接着喝点水 让他感觉了 松到好中 感恩这些 好 老师 我们分享到这里 老师补充 这个中风急救 确实是要及时 不要拖太久 然后遇到的时候 不要慌张 一般体伤一定要暗 然后最重要 还是要补充热炎 尤其外热炎 这时候外热炎 温敷种种都是蛮关键 那志工遇到这样的情形 能够不慌不脏的 然后照原始点这样按 那个口眼乖斜很明显的 是中风的一个症状 那头部体伤按完 很多是可以立刻改善 但因为热炎如果没有补充 有时候很快又会歪过来 所以在处理的时间 包括按推的时间 都要持续 不能说按个两三遍 然后热炎也是 最好如果能够涂姜粉泥 然后再用灯灶 甚至红豆袋这样 让它温敷 这样整个循环就会变好 因为处理的及时 患者恢复的情况也蛮好的 这个如果以现有的医学 我相信没有这么快 尤其到医院又要做很多检查 那检查出来 甚至如果看到有些异常形态 也许哽舌或是出血 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开颅手术 那像这样很简单 即便哽舌或是出血 它经过按推血液循环加速之后 这些体伤是可以修复的 然后只要正常运作 整个人就可以慢慢恢复到 就有的状态 也就是整个情况就可以正常化 那这一个案例 也可以提供大家行思 尤其现在脑中风的患者蛮多的 那这个不实为一个简单 又能够让患者很快恢复的一个好方法 那也感谢美国提供这样好的案例 谢谢 接下来我们分享小腿水肿的案例 这是辽宁安山黄学长做的小腿水肿案例 一共是按推15天 其实按推5天的效果就非常好 视频上也有涂抹姜粉泥按推的力度 还有如何能够把姜粉泥让皮肤能够完全吸收 也是非常关键 那我们就先看他这一段视频 现在是从膝盖往下 这膝盖往下 你看这都肿的 全肿的 现在越到底下这块越硬 然后这个脚踝 脚踝这个地方 这整个像 早上起来就好 像棒的这种 因为这全是种的 整个脚踝这全都种的 好 全种的 里外全种的 里侧这也种了 里侧这都是股血来了 种股血来了 这脚根的 大脚趾现在也种了 好 已经完全的进到皮肤里边去 一定要这样使力的去推 大力的去推 完全进到皮肤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皮肤表面没有这个姜泥的这种粉沫 没有 然后手上也没有任何的姜泥的粉沫 看到没有任何的炸 就掉那个血那种粉沫 没有 全部都吸收到它的皮肤里边去了 一定要这种大力推 哎呀 你看这现在的腿肚太好了 这都可以这 你看这弹性 这不是原来硬梦梦的那个 看多好的效果 细圆捏两下底 哎呦 真远 太好了 太好了 很好 我们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比对的照片 这个是第一天没有按推前的照片 然后其实他按推五天的这个效果的比对 有给我们 还蛮清楚的 好 请老师讲评一下 这个患者很明显 看得出来那个肿实在太严重了 那经过五天能够按到这个程度 相当难得 而且重点他也有讲出来操作者 他在涂姜粉泥的时候 他那个力道要进去 确实如果我们涂姜粉泥 只是像外表这样涂一涂 力道没有进去的时候 热也没有进去 他很难吸收的 效果也会变得很差 这不止这个水肿会这样 很多皮肤病也是 很多皮肤病痒啊 然后起疹子啊 那个有时候 涂的时候 那个力道也要稍微进去 让热炎渗透进去 效果才会好 那从这一个案例 更显示出热炎的重要性 那这个五天 我觉得这样的变化 会让患者感到心灵轻松很多 要不然看到自己大小腿 那个压力应该是很大 那我觉得这个案例很精彩 好 谢谢老师 老师我们最后要分享的是一个 湿疹的案例 我们现在看这张图片 这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湿疹 他这个脖子上抓的都是血 然后手上也烂得很厉害 这个湿疹的案例呢 他一开始是撒姜粉 然后干的地方呢 是涂姜膏 让孩子慢慢能够接受 那每天呢 是坚持撒姜粉 这张图片 大概他们前后做了五个月 从这样子抓的很厉害的痕迹 到五个月后的改善 在下面这一张就是他的手 原来烂得很厉害 然后一直到五个月后 可以看到他的手 有改善 好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确实 其实这个时间 以原始点来看 确实比较久 那早期我们姜膏 也考虑他制作过程中 会加进一些 不管麻油也好 或是一些化学的东西 那这个会使姜的效果 变得没有那么温热 效果会差很多 基于此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 把姜膏废掉 而直接现在改用 姜汤姜粉泥 甚至姜粉直接少 那像这种湿疹的皮肤病 我们说有时候 怕有组织液流出来 会沾到皮肤 所以最好的方式 是用姜汤清洗 姜汤一天可以多次清洗 那清洗之后 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或是用眼红外线照射 那这样他的修复期 就会缩短 所以从这个患者也可以看出来 只要方向对 都是可以好的 虽然慢一点 还是有效的 起码不会像用寒凉 寒凉的有时候一直涂 涂个有时候 我们看很多肝癌 已经病了好久 好几十年都有 那也找过一些 用一些药涂啊 吃药也没有见效 那这样纯天然的方法 用姜膏 这样擦拭 也可以得到好效果 但如果我们 能够用最新的资料 也就是姜 直接这样用 我相信效果会更好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分享 就到这里 后面有六个提问 就请老师来答应 那麻烦莉莉来念一下PPT 谢谢 张医师答应 张医师答应 提问一 张医师好 我的手指甲慢慢空 最后无名指长不出来光滑的指甲壳 食指也开始空了 也许是灰指甲 另外 关节在增大 而且痛 我因为知道肿痛是分开的 所以我仔细找到开关 已经不痛了 可是肿或者说关节变大的问题 一直解决不了 我用暖暖贴包裹 尽可能多得时间温敷 不知道多久会有效果 希望张医师能指点 谢谢 请老师答应 好 这个灰指甲 然后还有他的关节变形 甚至肿痛 他患者本身也知道 肿痛 肿是属状 那痛是属症 那症的痛 一定要找开关 痛多属他处体伤 所以一般的开关就是在手背部 也就是隐状肌那里 一般会有痛点 只要找到痛点 按推 那个痛就可以解决 至于 关节变形 或非指甲 这些异常形态 一定都是属热能不足 在原始点的处理 不可能按大开关 不可能按大开关 他就能恢复正常形态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可以涂姜粉泥 然后涂之外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些变形的硬结肿块 周围 包括灰指甲周围 如果有一些 患处的痛点 还是可以找出来 找出来 在涂姜粉泥的过程中 顺便用力按推 然后也让热源渗透进去 这样效果就会显现 然后这个变形 时间 温敷的时间 一定要长 所以涂完姜粉泥 一天可以多次 那按推 配合按推 力道 所以从大开关 还有患处痛点按推 然后再涂姜粉泥 那我相信 体伤就会慢慢修复 也不至于说 看着指头 慢慢变形 然后指甲长不出来 变成壳 这个现象就可以改善 所以 还是恢复到 原始点的基本原理 反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既然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从这个方向来看 按推 还有外热炎 就更行重要 那至于多久会好 要看按推的力道 还有有没有到位 还有一定要多次 甚至有时候 连饮食都不能 吃一些寒凉的 那这样效果就会加速 那也要注意一点 像这种手指头变形的 有一些甚至 手指麻的 尽可能不要握前出力 这个有时候 老损太大 对它的修复也会拉长 所以一般 可以 如果要做一些运动 什么甩手 这些都可以 但就是不要握前处理 然后多次的涂姜粉 离跟按推 我相信 我相信 修复的时间 就可以 加速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我今年六十岁 从二零二零年 发现乳癌肿瘤 像核桃一样 不一样 通过亲戚介绍张医师 我就上网 看关于乳癌的视频 那时我就开始 按推换处 踏出体上 用人工手肘 没人帮我按推 因为家里人积极反对 所以得不到家里人的配合 那时候 有喝姜水 可是是姜粉 泡一天喝一两杯 温敷不足够 一天两个小时 直到2021年3月 遇见一位本地的原始点师兄 通过指导 要喝干姜片 那时候的我就开始 四十到五十克一天 温敷两个小时 那时候乳癌肿瘤 还没有爆开 所以便不怕 看体力都很好 有精神有体力 家务都能做 没有说像病人一样 直到2022年8月2号 肿瘤开始爆开了 出血 出血和出组织液 我便用姜汤来清洗伤口 过后再撒薄薄的姜粉 伤口旁边 放姜粉泥肤 背部也放姜粉泥 那时的情况就是 每一天四五次重复的操作 因为组织液不停地流 有异味 有时候肿瘤出血的方面 它流很多 体力就开始很累 想休息 休息 休息后 体力就恢复了 我有加红参 10多片 加干姜片 50克包水 每天早上 有晒太阳 做上背部的运动 甩手工 肿瘤从里面走出来 整粒肿瘤从里面跑出来 像是脱落的感觉 自己害怕脱落区间流很多血 怕失血过多 但每次流完血后 脸会显得苍白 人比较累 想睡觉 但肿瘤会变软 我就非常开心 但害怕失血过多而死 请问张医师 我还有什么需要指点的 请你给我一些参考方法 下面有几张照片 是从慢慢爆开的照片 接下来请老师答疑 一般 我说如果以乳癌 我是把它分成三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 就是表层颜色 皮肤都没有变 都没有变化 只是摸到一个硬块 这时候是最好处理的 那处理的方式 之前我们在乳癌篇都有介绍过 一定要懂得涂姜粉泥 然后涂的过程中 一定在硬结肿块的周围 一定要找出患处痛点 而不是只有按推那个硬块 在硬块根部 一般都会有痛点 那找到之后 你一边涂姜粉泥 一边按 然后一般那个肿块 以我们的经验 都可以按完之后 变得松软 它就不会继续恶化 所以要按到位 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一点专业 因为我也看过 有一些在按的时候 开始照影片学 比如它不是从根部 它就从周围 然后垂直按下去 那这样按效果就不好了 一定要往根部按 然后还要有一点点力量进去 然后这样的力量 患者会感觉 找到那个痛点 他会感觉 真的很痛 那我们以患者能接受的力量 然后不断的反复的按推 有时候像这样的患者 要按到松软 一定要很有耐心 操作起来 有时候要一个多小时 那整个胸部就会变松软 那甚至会缩小 那万一做不到位的时候 你按推也没有把患处痛点找出来 那这些硬结肿块 它就会越来越硬 甚至往外膨胀扩大 那扩大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 皮肤颜色就会不一样 变得红 那这时候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很可能会破掉 这时候我们还是要赶快尽力的去推 那推到最后那个它松掉 有时候它颜色 因为皮已经变得很薄 那就会直接进入到第三阶段 但它爆掉的时候 因为你有在第二阶段有努力的时候 它爆掉的时候不会 像一般没有按 它里面 硬结肿块很多 然后一下子爆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哇 那个伤口变得很大 那如果你平常有处理 那这个就不会变得这样 伤口会比较小 也就即便到第三阶段 就会比较好处理 好 那如果到 到第三阶段已经爆开 而且又很大 像这位患者这样的时候 我们几乎可以推测 它前面暗的 应该在表皮还没有 表皮颜色都没变 第一个形态的时候 在硬结肿块上涂姜粉泥 这些一天可能要两次 那一般自己按推效果不好 所以这个也是它面临到的一个困境 因为家人不支持 那自己按又要找碰点出来 我认为比较难一点 那到了这个阶段 更应该有人帮助 他自己很难自己做 所以这个情况 家人一定要接入 如果没有 光靠患者会很难 这是第一个 如果有家属愿意帮忙 那就比较好 处理的方式 可以参考我上次 乳癌那个影片 它因为已经爆掉 周围还是会有痛点 那大家摸到这些硬结肿块 里面很多其实都有组织液 甚至血水 那这些如果没有按推 让它流出来的时候 它积在里面的话 它会越来越硬 那越来越硬 它扩散的速度 有时候也会很快 伤口会越来越大 面积会越来越大 所以到了第三阶段 还是要这样努力 但是一般到第三阶段 就如同患者问的 中间会流很多组织液 那流完 人会很疲惫 甚至脸色苍白 从患者的叙述 疲惫也好 脸色苍白也好 这些在我们诊断都已经提了 这个都脸色苍白就是面无光泽 疲惫也是属于热能严重不足 那这样已经到爆掉到这个阶段 我们几乎都可以确定 这个都属于重病了 那重病的处理 最重要是体力 也就是患者一定要锻炼体力 也就是从一开始如果有硬结肿块 其实就要开始锻炼体力 以防按推如果 又没有按推到位 那体力又不好 这时候 这时候 流的 流的又很多 那患者疲惫 他就会觉得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脸色又那么苍白 人又很虚 他就会想很多 那这样想也是消耗热能 那这些考虑也确实是这样 那会不会就像患者讲流血致死呢 应该不至于啦 但是如果他一直在这样想的话 体力又进一步消耗的时候 那我们说的热能严重不足 到最后 连体力越来越稀 那就有可能 会进入到险象跟命危的阶段 这是有可能的 那至于流血会不会死 这个我说不是血多血少 到最后的生死是热能有没有 没有热能就一定死 那血不够又会影响热能 那怎么来判断呢 好 如果你怕担心血不够的时候 什么情况要输血 这个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也就是不管是乳癌 或是一些重病患者 失血过多的话 他造血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当你按推的时候 他体伤很快就会奔回来 然后你用热源怎么用 他都好像稍微舒服 他时间很快又会奔回来 我这时候就要考虑 重阴可能不能解症 还有如果真的血不足 还观察到患者会走路会喘 胸闷呼吸困难 那你怎么按推 刚刚我讲的 上背部怎么按推 然后加上热源 他好像效果都不彰显 这时候都要考虑 是不是要输血 尤其又看到脸色又苍白的话 这时候才要去给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要从国解症 是不是给西医输血 一般没有那么严重说 稍微流一血 然后就一定会死掉 好像还没有 我没有看过乳癌流血会死 但是他是慢性的 渐进式 当你体力又没锻炼 体力又不好 造血功能又差 那这样的情况下 确实到最后 当面临到按推热源进不去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 苏血 配合苏血 那也不只是乳癌 我刚刚已经讲了 很多重病患者 到了末期 他人很虚 然后又没有体力 然后怎么按推 按推都要按个三四十分钟 他稍微有改善 那很快又会奔回来 这时候都有可能血不够 那血不够的时候 不要在重阴不能解症的时候 就这时候一定要评估 要去输血 不能说一直还想用按推热源 因为你已经来不及了 造血功能 一定要一段时间血才会补足 这时候一定要输 那输完血血不够的时候 一 我观察这么多患者的时候 这时候输血回来 他很多症状就可以立刻改善 马上就可以改善 那就个人可以证实 这时候是血不足 那以你目前这样 因为休息过了 他又恢复了 所以目前看来还没有到达 又能够很快恢复 那这个应该不是血 已经完全失去平衡 一定要借助 从活解症 这时候还是要考虑 平常就要锻炼 体力 也就是要加强 浮力挺身 上半身 所以常常有乳癌患者也好 或是肺癌患者也好 我都会鼓励 上半身一定要运动 也不能只有爬楼梯 他还要做浮力挺身 也就是俯卧成 做一些扩胸运动 这样让整个背部跟胸部的肌肉 循环会变得更好 这是我的建议 也就是其实原始点 虽然分成三个形态 但从一开始 就要注意 就是按推还有热云一定要进去 那第一个形态 体力还很好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说 一定要每天喝很多的姜汤 因为姜汤是全身性的 那是到重病的时候 才要加强 那像一开始的时候 体力还很好 真正要加强的是局部的 也就是当时候 不是因为你没有喝姜汤 或喝的不够而错误 才导致后面的 不是这样 而是一开始局部的处理 也就是包括按推 还有外热源的 没有按推力道可以进去 让整个硬结肿块变松软 然后里面的循环变好 那到了破掉 组织液流出来 还是要按 那按的时候 用姜汤清洗 或是 那个 撒姜粉 在我看法 这个除了这样以外 其实都是温敷 都是借助热源 你清洗 其实它 它只要有组织液流出来 也其实谈不上清淫 就是用姜汤温敷一下 或是撒姜粉 在我看法都是温敷的作用 那你也可以加强 像电热吹风机 我之前讲的 如果伤口很深的时候 可以用Dyson之类的来吹 那也可以用眼红外线 如果它伤口不是很深 在表层 那也可以借助这些眼红外线 来照射 或电热器来温敷 配合 当然一定要涂姜粉泥 这样热源才能够进去 那按推 还是要找 比较有专业的 然后能够从根部帮你找痛点 然后把这些硬结肿块的地方 把它揉松 你看 从照片也可以看出来 刚刚爆开的时候 其实伤口已经不小 那周围 因为你没有按推开来 它面积就会慢慢扩大 所以我说即便到了第二个形态 要爆之前 你明明知道会爆 但按推还是要做到位 然后我也跟患者讲 刚刚这样解释下来就是 患者不要胡思乱想 也就是你一直想 会不会流很多血会死 应该是不会 热能不足 热能完全消耗才会死 那如果真的血不够 当你按推热源进不去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考虑输血 也不会 这时候再考虑输血也不迟 这时候 都 反而你不应该去想负面 那有一点必须要提醒的 当患者 当患者已经脸色苍白 全身疲惫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不止患处 要涂姜粉泥 他这时候 一定要加强补充内外热源 那怎么补充呢 也就是当然 这时候一定要喝姜汤 到重病一定要补充姜汤 或吃姜粉泥 这些都可以 那外热源部分 在涂的时候 一定要背后涂三遍 然后要用一点力 然后前面 从胸部到腹部都要涂 也是要三遍 也就是前胸后背都要涂 借助皮肤 来吸收姜的热源 来达到改善热能不足 这个步骤很重要 就不能只有像早期 如果第一个形态 加强局部就可以 不喝姜汤也没关系 只要涂姜粉泥 然后按推到尾 那到了这时候 一定要前胸后背 都要反复涂姜粉泥 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所以可以参考我之前在乳癌 这些示范的影片 好 我就解释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提问三 本人手被湿疹 有硬肿 表面有粉红 几天之间有八成五厘米大 现今用姜粉泥按摩旁边 之后可继续怎样处理 还未敢挤压肿块 若有血水或什么出来 是否只用姜汤处理 挤压后的过程会有什么出现 肚腹有红疹很痒 姜汤清洗未能止痒 姜粉青刷也未渴 面部也有很痒未止 感觉皮肤越来越不红 有皮酵素起来 面部感觉不寻常的过于白色 因为绷紧不敢持续用姜汤清洗面部 我自己做肘部 背部 头部 颈部原始点 不知是否用姜汤 姜粉 缘故 越来越干 现今 很痒不止 昼夜难眠 请问清洗完之后 可否用润肤膏 由于很多的天 都只是降机按推 另外热圆 运动等等 但似乎很少讲及自己处理过程时 会遇到什么情况出现 有了某种情况出现之后 又要如何处理 例如清洗之后 会有脱皮 脱皮之后又有筋液 由于不懂如何正确处理 重复脱皮 经验 几时才会停止脱皮 什么时候 会有停止经验 有脱皮 是否仍然继续擦掉皮屑 越擦皮屑 是否越薄 请老师答应 这个 这个 他刚刚 那个指头 我看一下 那个影片 他这些硬结肿块 第一个 他皮肤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颜色没有特别的化 那一般按堆 他不一定会破掉 不是等待说一定会破掉 那有硬块的话 一般理论上在患处周围 一定会有痛点 这是可以确定的 那处理这个硬结肿块 我们还是照我们说 他如果是手背部 那手背部 你大开关还是要按 那手背部的大开关在哪里呢 是在肘部 肘部原始点 所以肘部原始点一定要按 那按完再来涂姜粉泥 整个涂姜粉泥 那再涂硬结肿块的周围 去找患处痛点 这样就可以了 那至于施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他提问的 他说 如果 之后可用姜粉泥子 刚刚我就是回答 可以的 就是在硬结肿块这里 旁边可以按推 那如果有血水或什么出来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皮肤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薄 或颜色变 他有时候不一定会破掉 他有时候推一推他就松软 甚至慢慢消失也有可能 所以要看情况 那万一他颜色已经破了 颜色已经变红了变薄了 然后按推破掉了 组织液或血水流出来了 那也没关系 就是将汤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大致是这样 好 那我的看法是 他从这个图片还看不出 一定会有破或不破的问题 好我们看下面 他提问的 那都妇红肿 红枕很痒 红枕很痒 这时候可以涂姜粉泥 那涂姜粉泥的 刚刚我已经讲了 涂姜粉泥的时候 你按推在涂的过程中 要稍微用一点力量 让热源进去 那这个也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 效果非常好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破皮流血 多负其疹之痒 我是建议可以涂姜粉泥 这个没问题 好 那再来 面部有痒痒不止 面部也可以这样 感觉皮肤越来越薄 有皮屑素泥 涂姜粉泥 我这个我在临床上看到 有一些干险或是皮肤病 他们也涂姜粉泥 但最后涂的效果不好 我们基金会就有看到 他自己涂 那涂都是轻轻的好像擦 擦皮而已 从皮肤这样磨过去而已 那稍微力量都没有用进去 我们之前就有做一个干险的案例 下一次如果整理出来 再放给大家看 他腿也是这样 身上我们帮他涂就好的 他先生也帮他涂就好的很好 但他脚自己涂效果就不好 因为他没有用力把它稍微用力涂进去 所以效果会比较差 这个也是提供给这位患者想一下 如果脸部很痒不止 他涂了没有效应该是要稍微用一点力气 这样涂有一点按摩加上涂 这样效果才会好 因为奔颈不敢用姜汤清洗脸部 奔颈就是你热颜进去 然后帮他按推开来的时候 他就松掉了 就不会感觉紧奔了 所以还是所有的紧奔 也就是所有的症跟状 都是体香跟热能不足 所以在涂抹姜粉泥的时候 一定要用一点力量 那一般姜汤会不会让你的脸更奔紧 不会啊 姜没有这种功效啊 所以还是当休做不到位的问题 不是姜汤会使清洗 会使紧奔更加严重 不会这样的 我自己做肘部 背部 头部 颈部 原始点 不知道 是否用姜汤姜粉 越来越干 哎 这个自己按推 背部 你怎么按推 头部跟颈部 我就不相信 连我自己如果头部有问题 我自己按都按不到位 自己按自己啊 都要给我们自工来按 所以自己按效果不是很好 而至于是否 不知是否用姜汤越擦越干 我刚刚已经回答 姜汤跟姜粉没有这种功效 所以应该会有肝裂紧奔 这些都是震的不适感 应该是体伤没有按开 好 我就回答这样 我们看下一页 她的问题 她现在很痒不止 痒到睡不早 请问 清洗完后可否用韧肤膏 姜汤 涂姜粉泥 或擦姜汤 是不要清洗的 姜粉泥也不用清洗 我晚上像我晚上都涂姜粉泥睡觉 一整夜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开始涂的时候 有时候稍微脸部热热的 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蛮舒服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清洗后 应该是不用 涂完睡觉也没有关系 由于很多片 都影片 都只讲按推外内热源运动 但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些出了情况该如何处理 他有几例 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她说譬如说 清洗之后有脱皮 脱皮之后又有精液 好 这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讲了 如果你要清洗 用姜汤清洗 姜汤清洗之后 表皮不要湿湿的 所以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 吹干 同样涂姜粉泥也是 你一定要用力推进去 然后推进去 让热源渗透进去 然后甚至如果涂还是有涂不干的时候 最好还是用电热吹风机吹一下 或眼红外线照一下 这样才算完整 那你说清洗后会脱皮 好了就算脱皮又有精液流出来 那这时候如果有精液 也就是它的精液应该是指组织液 如果有组织液流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 之前有讲过 处理皮肤病就是用姜汤清洗 那姜汤清洗之后 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或眼红外线照干 不要让组织液停在皮肤 因为停在皮肤的时候 它会更痒 所以你刚刚讲的 那个晚上痒到睡不着 我都在怀疑 你那个即便清洗干净 它又会从皮肤流出组织液来 组织液你又没有用姜汤 或电热吹风机吹干的时候 它黏在皮肤就会痒 所以这些细节 你如果这样照做的话 应该会解决你很多问题 那脱皮是否继续擦掉皮屑 原始点不是要擦掉皮屑 它就是在用姜汤清洗伤口 就是温敷 温敷的作用 那皮屑该掉的它自己会掉 不是特别要去把它擦掉 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 就是用姜汤清洗 然后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那该掉皮的就让它掉 该流出组织液的 你就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 那我就 这个皮肤病的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提问四 请教九岁小孩 左脚脚踝下面 骨头突出明显 而且时不时的疼得厉害 轻轻碰一下就感到疼 具体位置请看附件图 已经有好几年了 请帮忙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能否知道 小孩下面 骨头痛 请老师答疑 好 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我们看 它应该是足背部外侧 外侧有一个骨头突出来 那他说碰到就会痛 而骨头变形即便突出来 会不会痛 不会痛的 痛多数他处体伤 不是因为他骨头变形或突出来 而造成痛 应该是不会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解决他的痛呢 就是在脚踝 我们脚踝大开关 也就是往上大开关 一定可以找到痛点 那把痛点按开 他那个你在碰 那个骨头突出来 就不会痛 所以痛多数他处体伤 这我们不断的反复强调 好 那这样按推开来 他碰咀嚼了 那骨头变形如果很久了 那你可以涂姜粉你试试看 如果没有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变形那么久了 也不一定说会归位 那也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应该就是骨头 涂出一个骨头出来 但摸了会痛 我告诉你 那个痛就是脚踝大开关引起的 也就是你把这个大开关解决就好了 好 所以你的问题应该 我回答到这样 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好 谢谢张医师 提问五 请问清官一号 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张医师您好 目前刚接触原始点不久 YouTube看了几部处理新冠肺炎的影片 但不幸的是 日前身体不适 快筛 之后确定是确诊了 目前身体很不舒服 也有持续在吃 姜黄跟热肤 及按摩 但还是很不舒服 新闻有说 可以领清官一号 来减缓症状 请问我应该去申请后 然后领来用吗 他是中药的话 是否跟西药的清官口服药 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呢 请张医师答疑 好 他得了新冠病毒 我们看前面 我看一下 他新冠肺炎的影片 他确诊了 那确诊是不是一定会有症状 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 有时候你确诊 但不一定有症状 所以 如果你又有症状 那很简单 所有的症状 肩膜 肩膜 相及热能不足 那解决你的病 就是加强按推 看你是哪里不舒服 因为你没有具体 讲出你不舒服的地方 比如是头不舒服呢 还是呼吸困难呢 胸闷呢 还是喉咙痛 通通没有血 好 那也没关系 反正外感的 感染的 那会出现的症状 一般大部分都是在头部 所以你头部 一定要按推 那自己按推效果不好 所以 这也就是你自己按推 为什么还是很不舒服 一般如果 有专业的志工来帮你按推 然后再加强温敷 尤其 这时候人很不舒服 我相信人很虚 感染之后 很多人 一生病发烧 然后人会疲惫 这时候涂姜粉 效果蛮快 然后再加强按推 然后休息 再补充 可以喝姜汤之类 那身体保持温热 不要吃寒凉 一般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你应该是 我在我看法 按推不到位 那姜黄是可以吃 我们还是姜黄贵 所以原始点从不鼓励 然后它的热源 也没有像姜那么好 姜又便宜 热源 那个温热效果又好 所以我还是建议 可以这样用 但是如果你姜黄或热敷按推 做不到位 我刚刚讲的尤其按推 然后还要涂姜粉 我相信这些 你光只有吃 吃一些内热源 这帮助会不大 尤其外热源 外热源 那个涂姜粉泥 配合按推 那个效果会特别好 好 那因为你自己做 做不出来 还是很不舒服 但方向对 不会有危险 也就是你只要补充 对了 那不要避开寒凉 还是可以慢慢恢复 好 那我们看你下面 有一些问题 要问的 下一页 好你说 可以领清冠医药来减缓症状 那清冠医药中药的话 据我所知 清冠医药里面 很多都是寒凉药 我是很有疑虑的 我是认为 既然这些感染者 他都是热能不足 你又用寒凉的中药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所以包括西药 如果有这种口服药 也都是寒凉的 那寒凉对身体怎么会好呢 这跟我们的理论是有冲突矛盾的 所以我是站在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这些寒凉的是不适合的 就老实一点吧 没有一种药可以治一种病 所以不要迷信了 这些药可以治你的病毒 没有这样的药 那最后人好的都是靠自己体力恢复 那你要让自己体力恢复 一定要用温热 还是特别提醒 也不是你的姜黄有问题 是你的按堆可能配合不到位 或是姜粉泥涂 没有去涂 这些外热炎加强还不够 而不是要再去找寒凉药来吃 这个反而就是弄巧成拙了 好 我就回答到这样 谢谢老师 提问六 舌痛应该按哪些原始点 您好 我太太太的 我太太以压力问题 引发要去看精神科医生156年了 最近这年情况严重了 每天吃比较甜酸苦辣的食物 后就会引致舌痛 整天舌痛没法消除 直至晚上睡眠 睡醒后 舌痛会消除 所以整天要很小心吃东西 偶然吃下不适合食物时 舌痛又出现 日复日 八个月前 看史尼克医生 给他一些药物 痛的程度减强了一些 但仍需很小心吃东西 三个月前 接触原始点 到中心学习手法班 每天替他按压 又有些改善 上网浏览 病症 似是 偶腔灼热 症候群 先希望张医师能指导 有没有学员 曾有这方面的痛症 应怎样治疗 谢谢 请老师答疑 好 这个问题 跟前面问的 虽然部位不一样 但解决的方式 原理都是一样 一样的 就是他舌头痛 痛多数 发出体伤 那 发出体伤 也就是 头部 耳后 这几点一定要按 还有整股下缘 那他有说 他只要吃到甜酸苦辣 应该是甜酸苦这些 那甜酸苦辣 它都会比较严重 那为什么会这样 甜酸苦 是属寒 寒会消耗热能 那这样说来 辣应该不会啊 有些会 因为当你体伤没有揉开 有时候热源也进不清 所以他才会造成 要不然辣是对的 这里面我认为 辣的食物是可以吃的 辛辣都是属温热的食物 那甜酸苦都是寒的 我还是建议 少吃为妙 因为 那个热能 进一步消耗 就会使体伤 加重 也就是耳后 还有整股下缘的体伤加重 那加重症状就会 更加不适 就会影响到 你 这个 一些舌痛的问题 好 那避开这些寒凉不吃 那我们积极处理 我们来看下面 他 就是 现在很小心吃东西 这是对的 但是我说 小心是应该 避开寒凉的食物 多补充温热的食物 这一点 也请你能够这样做 对你的病情会有帮助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 他有问 这个是不是 类似 口腔 灼热症候情 其实也不用想 那些 那些都是病 反正症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 我 刚刚已经回答了 所以这一方面 其实应该蛮好解决的 也就是头部原始点 如果 有 确实按到位 然后再加强 温敷 头部温敷 我相信 你的舌痛 应该可以很快改善 那当然饮食 还是要避开寒凉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谢谢张医师 老师 我们今天的 张医师答应 六个问题就到这里 好 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老师 好 那 谢谢各位 那再见了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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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